OK,好,來吧,開始 郑文,你好 那我想一開始我們先稍微讓你們了解一下我們在做什麼 好耶 我們是CodingBar,然後我們在做一個雲端學程式的平台 那主要是我們覺得未來Coding這個能力越來越重要 那所以我們當初在做這件事的目的是覺得 第一個偏向差距,教育的差距越來越大 那108課剛在前年開始對程式教育 我們發現其實在第一線非常缺老師 就國中嗎? 國中高中 OK,國中高中 國中三個學期,高中一個學期 那北部像台北市我們覺得還好 可是越往南 其實很多老師 人數或是教學的經驗在程式這一塊其實都不足 他可能會寫不一定會教 對,甚至會教而不會寫 對,因為 鄭文你也知道去當那個Programmer 其實薪水比當老師好太多 所以我們當初就是因為這樣 我們開發了一個在雲端可以學程式的平台 OK 那我們也是希望藉由這樣來幫偏向老師 就是我們當初的理想 就是學生在平台上可以直接做練習 然後做完練習 我們系統直接會跟他講你錯在哪裡 該怎麼改 這樣來大幅降低老師的負擔 非常棒 可是現實沒有那麼理想 就是我們在推線上這個過程 其實我們覺得家長好像還不太能接受 不能接受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相信自己的孩子可以在線上直接學 學習 即使疫情後也沒辦法 是 這也是想請教政委的看法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 我覺得因為疫情關係在國外 其實線上學習 就如火如荼在進行 他不得不然 就算學習效果打折扣 總比沒有好 是 可是在台灣因為我們疫情太好 所以這一段看起來 我們反而好像是相對落後 確實 因為大家都覺得面對面學的比較多 是 說不定也是對的 但是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媽媽的心態就是這樣 他就覺得 第一個他 不要說不相信 就是懷疑孩子在電腦面前到底是在學 學人還是在玩 不過通常我們在教材教法的研發上 這個時候如果你把家長也拉進來就很容易 他就輕盈工創 他可能還沒有引法 但是就是說他也可以自己進來學 可是我們觀察到到了國高中這個年紀 對 孩子其實不見得那麼喜歡跟家長一起 不過我不是說同時嗎 就是家長自己也 他比較像說像duolingo 常常一個家裡面有人要學日文有人要學英文 他們都用duolingo 所以他們就變成有共同話題 你說精靈寶可夢 你說真的高中家長跟他的高中小孩一起出去抓寶可夢 不可能 但是他們還是都玩寶可夢 你知道我意思 OK 這個我們之前沒想過 所以這個其實本來也是想請教正維的第一個問題 因為程式設計本來就是終身學習的一環 他並沒有去挑說 這個其實跟自然語言不一樣 自然語言我們可以說 那你十幾歲最容易學 或者你七八歲最容易做融入式教育 神經教育 但是這是人工語言 人工語言你到七十歲還是可以學 而且也不一定學得比較慢 對 所以正維有沒有一些其他建議 我們怎樣讓家長更願意跟孩子一起學習 對就是讓他變成這個家長第二專長 第二專長 你把他當作那個轉職嘛 職訓嘛 對就是說 如果是從家長的角度來看 不管他現在正在做什麼行銷工作 或者是他是專業的家管或怎麼樣 幾乎沒有什麼事情是他稍微會一點點自動化 不能幫他省時間了 是 對那所以他會一點點 其實他也省到時間 他也有成就感 那最好的事情說 他就比較知道他小孩在幹嘛 OK 你的建議很好 我們之前沒想過 是是是 那再來 下一個問題想請教正文就是 坦白說我們在推廣 城市教育的過程 我們發現越往中南部 家長還是比較 局限在傳統學科國音書的學習 對 是啊 那這部分我不知道 鄭委員有什麼建議或高見可以 可是我覺得 因為他 我們現在是融入式教學 所以其實也不是只有在寫程式的那幾小時 寫程式嘛 概念上尤其如果是到高教 那是你本來學什麼系 程式只是輔助你把那個系做得更好 當成工具 當成工具而已嘛 對那所以這就好像是說 如果他是 比如說你剛剛講到對於數學有興趣 那這個一般來講認為是OK的 對於英文有興趣 會覺得是OK的 但是 嗯 寫程式而英文數學 不提高是不可能的事情 對吧 所以就你可以把它重新 就是重新改一個框架 就變成是說他主要是為了學數學 或主要是為了把英文能力提升 但是你透過程式設計的方法 能夠更記得牢 單字更背得住 或者是說數學的概念更容易掌握 或者是說數學裡面最重要的就是 Izomorphism Izomorphism 你會寫程式 不會寫程式 那個掌握的速度差很多 OK 這就是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 因為坦白講 我們目前是比較focus在青少年段 因為我們覺得兒童可能 先從不插電的開始 可能說樂高 對 maybe一些桌遊 還沒有真正進到空定 那青少年段就是過高中生 我們現在其實在推廣這件事情 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 孩子大概都被補習班吸走 對 因為你在小學的時候 還是一個什麼 怎麼玩都可以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尤其是小學高年級 那是最free的一段時間 對 那當然現在補習班 因為可能學習歷程什麼 他們也慢慢開始網說 比較多元化 有作品出來 或者有社會影響力 可能更重要 比起我這個什麼心酸度快 什麼要更重要 但是同樣的道理就是說 你還是必須要量化你的這種up-version 要跟現有的補習班競爭 那小學 尤其是高年級 比較沒這個問題 所以你們要不要稍微 我們現在延伸一點點 我們現在是從四年級開始 四五六年級 對 那那一塊應該是還OK的 大家應該會願意自己小孩 多玩一下這樣 我們現在看到反而比較M型 就是國小段和高中段比較OK 因為高中跟升學 對啦 有關係 而且大學全面推動 對 那國小段就當才藝 對啊 那反而 中間段層在高國中 因為 它就不像這兩段有比較一個明顯的學習目標 對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把它rebrand 說它其實是掌握數學或掌握英文的方法 OK 對 我們其實現在也在朝這個方向 就是跟數學更多的解 對啊 OK 而且現在什麼雙語環經什麼的 其實就算 就是說家長自己不會寫程式 也看不懂程式 覺得數位離他很遙遠 所以小孩做這個時候 家長看不懂 覺得你為什麼不去念正經書 那但是 英語的重要性可能就不是這樣子 就是高得多的 所以很多的家長他就算自己英語寫得不好 或講得不好 他很了解英語的重要性 所以他願意花很多資源 讓小孩去英語或英文的補習班 那他的這個legitimacy 正當性是絕對高過程式設計 在你剛剛講過中的一個段落 對 那所以我會覺得 你就把它當作一個線上 沒教學平台 Why not 現在就要想辦法吧 吳正偉講 把家長框進 對啊 因為以前家長會很熱心幫孩子找學習 但自己不見得想學 對啊 所以這個可能也是我們接下來要商榔金 就是 更有創意的 怎樣把家長帶進 對啊 因為現在有很多線上的像什麼 VoiceTube什麼的 對 也是很多家長看啊 OK 他就當作追劇嘛 他只是因為有英文字幕啊 有一些隨堂練習啊 什麼東西 那他多多少少也學一點英文 他自信心也提高嘛 我剛剛提到DuoLingo也是這樣子啊 是 對那其實以你們的這種自動批改的這種核心技術 你拿來自動批改寫一點英文也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對 或許可以考慮吧 OK 我覺得這建議很好 我們之前真的沒想過 嗯 嗯 好那 再來就是 我們當初做這個就是想 有這個平台 因為 我們公司成立不到三年 對 我們是2018年4月底成立 那 成立第一年其實我們就 那年暑假 我們就跟 那個雲林家福中心合作 辦了兩週的城市營隊給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那可是那時候辦完 坦白講我自己有個感慨 就是我們暑假可以派老師這樣教 然後他們也學得很開心 可是 一到了開學 我們不可 因為新創嘛 不太有錢 我們不可能一直派老師在那邊 當然 所以後來才加速了這整個平台的開放 嗯 那經過這三年 我覺得我們平台也逐漸成熟 那我們也希望把這個東西能多帶到一些偏鄉 比如說我們可以訓練一些大學生 到暑假到偏鄉去教 那 平常 到了學期間 可能大學生回到學校去上課 但是我們可以透過遠距的方式 嗯 讓這些有興趣的孩子持續學 大小學班那種感覺 對 遠距學班 對 那這方面我不知道正偉有什麼建議 或是覺得我們可以串連哪些resource 讓他做的更大一點 你們現在這個介面是只有中文嗎 還是其實也有雙語 我們 嗯 介面 翻成英文都不是問題 我們已經有了 只是content要翻英文 這個afer比較淡 當然 當然 就是我們其實 除了平台 我們自己也有一套課程 甚至可以上七年 然後課本講義 然後我們有一套私自培訓的系統 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暑假可以比較快速 因為 如我剛剛講的 就是平台降低了很多老師的負擔 所以變成訓練老師這件事情變簡單 結果老師只要 我常開玩笑 說學逗唱 讓孩子有動機學 那比較技術性就平台來解決 他負責學習動機那一部分 學習內容你們負責 OK 那我們是覺得慢慢經過這三年努力 公司也逐漸穩定 嗯 那我們就開始想回到 開始有一些資源可以慢慢回到我們初衷去做一些 不然我們現在在看其實真的 台北跟偏鄉的差距越大越大 那我不知道這一段政委有什麼建議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或是跟哪些單位合作 大小學本那邊你們有去討論過 那教育部的一個案子 沒有 就叫數位學班 數位學班跟這個形狀有一點點像 數位學班 對 然後 我會覺得說 還是要讓老師 除了用你們這個已經plan好的內容之外 還是要有點像可愛的學員那種 就是他可以自己上內科的內科 所以現在已經有了 對 我們現在給高中超過60間高中指老師用 就是content他們可以自己上傳 對對對 所以已經有就是類似PGC這種 對 那 那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就不一定是體制裡的學校 對不對 就是任何一個像社區大學啊 這一類的 他們也有很多PGC 對 那些你們有沒有看過嗎 沒有 對 因為有的時候到了 也不要說偏鄉啊 就是說比較不是那麼高度獨立化的地方 很多的製造這些內容的 說不定是他的社區發展協會 說不定是他在地的合作社 在地的社區大學 簡單來講就是社區部門啦 社會部門的朋友 就不一定是公部門 不一定是國立的學校 那 所以這些部門如果你也就是 他不像社區大學 那他們也在找數位轉型的方案嘛 那你用社區大學開的一些課 也可以老師專門負責收寫逗唱 那 但是 教學內容的部分 它可以一定程度上面 用你們的這些authoring tool 把它寫進去 那你的支援成本又不會高太多 那這樣的話你就 一方面就往終身教育 甚至往什麼日間照顧什麼 那邊都可以碰得到 因為那邊也有很多工作啊 就是 就是可能 大概七十幾八十 那就感覺就是 跟七八歲其實就有一點像 的內容 對 那所以你們這邊的內容 也許 也可以就是 往 他還沒有變成 只能玩桌遊 還是有一點操作能力 OK 那一段其實也可以 讓他學一些 在生活上面怎麼樣照顧自己啊 怎麼樣照顧其他人啊 等等這些生活技能 那這些當然不是你們的 core competence 所以得全部變成是讓PGC 就是讓大家自己來選 對那所以如果這個Autointor能夠提供給這些 在地的正在做廣義來講的教育的這些組織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讓你比較受當地的人肯定 那有那樣子的話 你透過這樣的方式 再進入他們的學生的生活 就會大家比較容易理解 也比較容易相信 就像我記得之前 我有看過MIT的一個 本來也是打算教小孩寫這個的 但是後來他們發現 在一些發展中的地方 這並不是他們需要的 所以他們馬上在教的是 在當地的那些發展中的小孩 他學到怎麼樣幫他家裡去申請 失業補助 或者是這些需要的這些 就是welfare 或者是怎麼樣子去幫家裡省掉燃料費用 什麼之類的 就是那種非常life skill 但是後來就發現這套 因為它是全部下載到手機裡面 你可以離線播放 連線不太好也沒有問題 但如果有問題的話 雲端還是有coach 可以幫你 所以就發現說 那小孩一旦會了 其實他們的家長也很願意學 這樣子的life skill 但是概念上面 就是它還是一個雲端學習平台 所以它學的東西 大概不是學程式 其實我們也研究過 我們把其他的content放進來 所以做的學習流程 大致都有類似 就是學了嘛 你要應用 用practice 然後來驗證你的 學的東西到底有沒有進到裡面 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想 其他學科可以陸續進來 那坦白講 我們非常樂意給 公益性質的平台使用 在地的教會 對 我猜教會 或者是一些宗教團體 也會很喜歡 但我們一直面臨一個問題 就是想做不敢做 因為我們怕整個流量進來 我們付AWS的錢 會讓我們受不了 不是啊 宗教團體也不一定那麼沒錢 對不對 它也可以 負擔一些 它可以負擔一些 那我覺得那個概念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你收他們的錢最多打個八折 說不定也不一定需要打折 但是你會願意按照他們的需求 去讓那個AWS更friendly 那但是你只是改拖 你絕對不是幫他加內容 因為那不是你core competence 但是你只要願意說 好比像說 每個禮拜 每兩個禮拜 你有個town hall 那這個新的這個segment的人 對AWS的需求 那你排到你的Sprint裡面去做 那其實就算只是這樣子 你也未必需要幫他們打折 他們自己就可以拿去用 OK OK 所以並不是要你免費的意思 OK 好 但是如果 就是對比較弱勢的孩子 對 證為這邊有什麼建設 對 我們可以免費給他用 我們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 不知道怎麼有效approach到他們 可是通常這種 就是要靠他的老師 或者是當地的社工 或者是靠當地的支援團體 當然宗教團體也是其中一個 就是要靠社會部門 所以你還是繞不過社會部門 OK 你一定得先碰到社會部門 才能碰到他們 OK 比較難直接塗C 沒有塗C可言了吧 就是那個C可能大C就community 沒有小C啦 因為他並不是真正意義上你的custom 對 嗯 了解 好 你這邊有沒有 嗯 好 我想說跟政委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在 目前在設計跟公益這塊的規劃 好啊 就是 嗯 因為我們現在的目標是希望做到三全 就是我們全年無休 因為線上教育這塊本來就是 沒有在分時間地獄的問題 那再來全年設計也是我們在努力拓展的方向 因為我們現在是國高中為主 所以像您剛提到的像下 甚至到整個family他們都能夠學習這個目標 那最後一個是全人教育的部分 就是我們剛剛在聊公益的部分 那我們其實有一個計劃 主要是一開始要用科技來結合文創 那我們希望是開發一套類似有科幻主題的一個動畫電影 很棒啊 對 那目前我們可能會跟現在線上很有名的一個插畫家 就是王天賢老師 要做一個合作 這樣子 那我們也希望有一些IP 可能會是周邊的產品 因為我覺得認為那種比較軟調性的東西 會不會讓大家比較容易進入那個狀況 沒錯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做目擊一些硬體的 這邊是傻瓜劇團 對 喔對不起我剛剛跳過 但是因為 之前我們是正當EMBA的藝人 那我們在十多年前就成立了一個傻瓜劇團 那這十多年前我們有到各個偏向去做訓練 已經超過六十長了 所以我們現在也在討論做一些合作 因為我們到偏向去都是演比較公民教育的戲 但是我們現在希望就是把科技這一塊跟城市相關的東西 可能融入戲劇當中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的話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募集一些 好比說硬體的設備 然後軟體的 軟體部分就是我們自己的線上平台 再來就是因為我們有這些失資 那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可能我們會先做兩階段的募資 一個部分是跟原先政大EMBA的PRO做募資 再來就是像文策院跟文化部 是不是他們也有提供類似的這種 但我不知道說政委也許等會可以給我們一些建議 我們跟哪一些可能這類的理由組織可以做一些合作 我補充一下就是我們一直在試著讓Coding不要那麼硬邦邦邦 以前大家覺得只有宅男理工的要學 那我們是覺得這件事情以後應該是普及每個人都要 所以要降低大家對學城市這件事情的恐懼 因為真的我們很多周邊朋友他們不是理科 他們都一聽到城市說好難好難 就是那個進入的門檻就會 如果你們的朋友是分成有看過試算表跟沒有的 對如果有的話 我的經驗是看過試算表的 你告訴他等於A1加B1 他可以接受 他可以理解 對試算表我還是覺得是最好的一個 函數式城市設計的paradigm 對那尤其對成人的學習 因為他學到了他工作上幾乎一定用得到 很難有什麼工作他完全看不到試算表 他不一定是編寫的人 對他工作的那個過程會被記錄到試算表 幾乎什麼工作都是這樣子 對所以他了解試算表怎麼運作 對他也是有一種安心的感覺 對我覺得試算表真的蠻重要的 了解 然後我們的得到目擊到足夠的這個經費的話 我們想要做的這個推廣教育的SOP的做法是說 我們可能會聯繫一些偏向學生 因為原先就會有些名單 或是政委認為說會建議我們就是 如何去聯繫這些偏向學生 我們可以討論出這一套的教本 整個concept都定滿之後 然後我們會對外做提案 當然也可能會跟文聡員或文化部局做提案 希望能夠做這方面的推廣 就是用比較科技結合文聡的方式 我覺得你這個想法很solid 所以我會建議比較早進群幕 然後群幕不一定要設很高 因為你主要型也未必是從群幕來 但是如果你群幕一下子就有什麼 不知道4000%、5000% 那這個我如果是 就是政府單位或者文策員或其他的話 那這個對我有一個說服力 因為這顯示出你有社會接受度 有社會支持度 有社會支持度 然後再去提那邊進來 那好像每年他們都會有一定的補救的時間 所以我可能要去看 那因為在台灣來講 社會值得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那所以其實群幕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情 就是我同樣一塊錢 我為什麼給你 而不是給群幕平台上還有780多的 別的這種這樣子 那所以如果你的profile發現說 大家都不去投你 但是同一期做類似的 大家都去投他 那他必然有可取之處 那這個時候你就跟他學習 你就走轉 那如果這一期真的做這個就是你最好 那你一下子就可以有非常多的社會支持度 不一定那麼多錢 那非常多的社會支持度 那這個時候你再去跟其他的出資者 你的談判地位就高很多 這樣子 了解 對因為我們也是希望說 到時候我們在假設 像您剛剛講 群幕完成 然後得到一些經費 那到時候我們就可能跟這些 偏向需要對接 了解他們的需求以後 假設我舉例可能A學校 他需要是50個學生的需求 那我們可能就把硬體 然後包含我們學習平台的軟體 你群幕可以賣地理設定權 現在好多人都是這樣 就是說你群幕到某個level 那你就擁有投票權 來決定你要去哪個學校 或者他再群幕多出一點錢 他就包場 ok 之類的 對對對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idea 這我有建議哪個平台比較適合這樣性 對就是 不知道欸都可以 ok 這個我要保持中立 因為他們每個都來過 對 包含貝殼那個都來過 那個新的 然後等我們把那個 可能我們到某一間學校去 然後我們就會播放我們的動畫電影 讓他們先引起興趣 是是是 然後可能執行長 就會告訴他們說 未來的遠景跟城市相關 如果你有學習到城市的話 可能你很多的產業 未來有很大的變化 可能你就可以運用上 就讓他們有這個概念 然後我們就會有個短期的應對 就是我們的市資會區 想他們教這一套 但是是用我們的這個協商平台的方式 然後 還有一點很重要 就是其實我們現在發展 主要一塊是對 學生在教授他們 另外一個是對老師們 就是師資培訓的這一塊 那也希望說能夠達成一個永續 變成他自己在學校以後 他就可以利用軟體 繼續的training這樣子 但是因為我們也知道說 108年課綱是由您這邊 親自參與去指定的 那實際我們在執行社就發現說 其實現在非常缺乏師資這一塊 對 我們理解這件事 對 這個部分 很多因為很多是老師他要 unlearn 他要自己先把他本來的一些教學習慣放下來 對 那這個 尤其在國中階段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為社會期待還在那邊 並不是我們推出新課剛就自動消失了 對 高中端還可以說我們考招改革 所以大家不得不去跟著新的考招去動 對 那國中端反而最僵硬 因為高中也沒有什麼改革可因 對 所以從國中的角度來看 很多家長還是拿他自己當國中生的時候的那個期待 來要求老師 對 那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 本來就是一個cultural change 它沒有速成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現在的想法其實也蠻簡單 就是每一個學校的課發會 給他多一點的自由度 所以本來是在可能社團 迪巴捷克 什麼之類的 那現在就可以變加成加廣 那校庭選修 就是讓他多一點點這種空間 所以不是說整個翻掉 但是你就是一個禮拜裡面 可能多那麼四五個小時 比較多的是在地的老師自己想到什麼的時候 他也有一定程度的課程設定權 他不會完全被那個空間綁死這樣 對 那這個是 就是像那個孟德恩慈房孟恩他們就是 就是專門就是 就是拿著一點點 但是去把它擴大 做成一個很大的擴增性社群 如果有空的話也可以了解一下 那個孟德恩慈房 號稱20%左右的提示內老師已經加入了一個 所以他得是一個像NPO組織嗎 的教師自主培禮社群 他們就是專門做train the drink 或許我們這一套可以跟他奉獻給他 沒錯,直接當他們的貢獻者 這個也可以考慮,而且他們確實是以國教來改善偏向、翻轉偏向為主要的使命 所以跟你們的Alignment完全有空讓他可以看一下 OK,OK 那鄭文提到這個,有沒有您建議哪些單位 像大家理念比較一致,想做的比較一致的配合 除了您剛提到的 我覺得你就盡早建群幕,那些人就會冒出來 因為我一旦出了一點點錢,我就不會想看你失敗 所以那些人就會開始推薦,就是相信比較合的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你們的群幕的Value proposition 要寫的比較attractive,比較清楚 對,因為這個形狀的說實話不少 你現在開群幕平台就可以看到幾個 對,那所以你跟這個Differentiator是什麼 這個可能要論述的比較清楚 OK 對,那但是我是蠻樂觀的 就是如果有上去 特別是你又稍微有一點參與權當作他的 就是產品的一部分的時候 我覺得這方面的人脈就會很快速得起起來 我們看最近幾個案子都是這樣 OK 所以您會建議群幕的門檻 是不是不要設太高 對,就是你五十塊一百塊也要有可以做一點點 我說達成的 達成的那個總 對,可能就是五十萬也算贏 甚至十萬也算贏 OK OK 了解 這個我們之前倒是沒有想到那麼深入 對,就是戰術性群幕 對,就一開始先有一個Tactical的群幕 對,那之後你真的要scale out的那個策略 那個再看你的一開始的這一群捲弄的人怎麼行 這樣 OK 對 所以您再看會關心群幕這些人 有在某一個年紀的range嗎 還是哪一個人會比較多 我覺得就是有時間的人 OK 不管他在哪個年紀 他只要進入一個有時間的狀況 就會去逛群幕平台 就有錢的人啦,簡單講就這樣 OK 對,所以很多人也是把群幕當重包擁 尤其是很多定期定額 本來是NPO形態的 現在很多都到群幕變訂閱式群幕 對 概念也是一樣的 就是說我一旦定期定額掏了錢 加上我那麼有錢 那你就可以更多做很多事情 就有點像是共同創業社群那種感覺 OK 完全是customer 當然群平台還是一直會有團購性質的那種 但是我在這邊講的是說一起做一件新的事 而不是發購性質 OK 對了,像我們現在因為在獅子培訓這一塊 其實我們有搭配要做類似像檢定這樣子的 是 您對於檢定的看法 怎麼會很 要看他公信力嗎 就是看他未來有什麼用處 如果是你們一家run 別家也不太承認 就還好 所以可能是要找幾個也都想做的 現在整個單位有在關於這種檢定方面 因為目前就像世大嘛 他們都有辦APCS 是啊 但是你說coding的還是教coding的 你在講哪一個?coding還是教學? 就是兩者 兩者都想做檢定 坦白來講就是我們 你剛才講說會寫城市可以轉比較多的 這群ecosystem裡面 不是很看檢定 看的是Portfolio 對 就是你Github有幾個專案 那大型的專案你參加過幾個 對,哪些爛掉了救火 這個你成功或是失敗的 對,面試的時候都會問這些 所以你有幾個檢定 除非是說比較niche的 這種就是古老的某個架構你會不會修 或者是某一個很niche的資安裡面的某個路由器的某個東西你懂不懂 那個也許檢定有一點意義 因為那個base沒有那麼高 對,但是如果我們是一般性的sofar developer來講的話 Portfolio絕對還是比較重要 對 所以也許像DuoLingo他們一開始的那個做法 可能也是一個學頭的 但真的有做 就是讓他們的語言學習者去翻譯 他們要學習的那個語言回他們母語的維基百科 所以他要把維基百科切散 然後讓這些語言學習者去翻 所以這個就是至少因為他母語的那個措辭一定沒有問題 所以他既可以測他的理解 但是他也可以賣他的翻譯品質服務給維基百科 這個明顯有公益性 對,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社會設計 就是說我在學習的過程裡 我無論如何得做點席題 那他就把我做點席題的byproduct 變成做公益給維基百科 對這部分提升他的翻譯條目質量 那這個時候我的參與者 我得到的credential 其實是我對維基百科的貢獻 而不是我自己的檢定 那因為檢定還是有一種 好像是少數人可以通過 它是一個門檻 維基百科就算只改一個錯字 我也是貢獻者 他是比較inclusive 對,所以一開始 尤其是當你的公信力還沒有強到 說大家都聽你的程度 反而是少有公信力高的 像維基百科、開放截圖什麼的 然後說你的學員都有貢獻過他 社群都有一個social recognition 覺得說他們都有做過某個重要的貢獻 那這個在我覺得最初期 是比較不會讓你好像 就是去引發其他的 想要做類似的人的焦慮 那這個等於是非競爭性的 那但是如果他一開始就就是說 那只是翻譯幾集 那Dualingo 一下子就會進入一個 非常已經殺紅了眼的那個市場 那他的pository都會明白很好 是,是,OK 這個例子很有趣 好,不好意思 那我再跟您分享一個 就是我最近也想要辦一個 就是那個天才領袖的探索員 那主要是 因為我們其實現在已經有很多 比較常態性的應對 是跟城市教學相關的 那我們現在想要做一個 就是有點類似 讓學生們 因為我們主要的客群是高中生 然後希望他們提前先了解 各個產業面去理解說 他未來的志趣的這個去向 因為很多他們現在要寫那個 學習立場 我知道啊 變成說他在很多 我也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有在大學監課 然後發現有些學生 他們進了大學以後 發現那個根本是 他想要學的那個路線 就照分數填課 對,希望超前步數 在高中就做志涯探索 探索完就不需要那麼快念大學了 沒有,這是我的主要 先向以色列 環遊世界一年代的決定 其實那個真的很棒 因為他手上有 research problem 他進大學就不可能進錯系 因為我手上已經有一個解決的問題 但如果沒有按照分數填的話 70%都進錯系 對,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是 不過這個在18歲成年真的生效以前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反正18歲沒有成年 總是家長說就算嘛 所以這個題目可能過一年多兩年 等18歲真的是成年人了 才真的可以做 對不起阿斷,你一起解決 不會啊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做這個目的 也是希望說 那一方面是讓他們在知識建構 這一塊他們也了解產業面的東西 那另外一塊就是 希望他們在品格教育的培養 或是一些素養的養成 變成是我們所謂的領袖 也不是說高高在上那種支配者 而是他可能有一定的能力 被啟發之後 他能夠去幫助周邊的弱勢的 比較偏弱勢的人 在這個團隊裡面一起協作 就是我們希望辦這樣子的應對 那類似這樣子 因為我們有請業界的一些名師 也來做講座 然後給他們一些工作坊 像這種 像我們做這種 您聽起來會覺得 對學生或對家長會有吸引力 或是我們應該可以 加入一些什麼樣的東西 讓更多的 因為我們主要是希望推廣 如果你只講到這樣子的話 非常多人在做 這是一個非常popular的切腳 對 因為 就如同你說的 大家都看到 進了大學之後 又不fit 的這個狀況 所以在高中階段 對應對去探索之趣 可以說是現在 在星課綱上路之後 最紅的東西之一了 對 所以我是覺得 當然值得做 大家都在做 當然值得做 只是說你們這邊請的這些老師 有什麼他自己在這一方面 真的可以讓學生覺得他是神教 而不是只是講一套大道理 因為講一套大道理 他自己去YouTube上看就可以了 對 所以就是他的回應的方法 他自己的行為舉止 他個人的人生經驗 有哪一些學生覺得 我沒有這樣想過 那這樣的話 也許是有道理 對 因為我們後續可能會帶入一些 可以讓他們去公司的實習 對 我們也有做T大使 T大使比較是 大學之後 後大學 還沒有到研究所 沒說T大使 叫做3T.ORG.TW 就是 好比像說他是在大都市 然後也不一定是選資訊科學 但對城市不排斥 對 那他就去上Computational Thinking Design Thinking的集訊 大概兩個禮拜 就是他大學剛畢業的時候 那然後就去 就是全台灣大部分是偏向 事實上 去幫助那邊去做數位轉型 對 所以所謂的大使的意思就是說 他並不是一般意義上實習生 一般去的話是聽人家指揮 但他去是有點教學相長 就是他帶著Digital Thinking Design Thinking的能力 去跟很急需數位轉型的 在有自己已經成功 數位轉型的夜市的領導之下 去幫忙那邊去做翻轉 對 那很多都是有公益目的 因為我們有個專門的設計組 好比像說之前他們在這邊有個發表會 就是把那個手語協會 的一個會本很popular 但是他的傳過力比較有限 那在TDOTS的協助之下 變成一個線上的 就是全互動的這樣子一個教學資源 那因為是公益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使用 所以如果是好比像說 聽隱藏者的家長 要學手語跟他的小孩溝通 那他就可以反覆練習 然後也比繪本容易 就是多practice的部分 對那所以我覺得像這種就很適合 剛畢業 然後有一些想法 然後想要貢獻社會 但是也想要累積他的portfolio 因為以後他去面試 他就可以說那個手語網站我做的 對那我覺得這是算是多方向的東西 那當然這是長達半年 所以嚴格來講不是summer camp 對但是那個設計的概念是有點像 你應該說TDOTS是目前設計在嗎 對我們國家的一個 對國家的一個題目 就找TDOTS就會長達 T意思 對就是 Teachers for transformation Talets 對台灣 了解 這邊還有 其實我們在做的有點是 一方面我們希望把 培養精英在 在視野跟觀光一點 因為國家帶動要靠這一選 當然啦 但我們也希望 支援比較少的也可以一起上 當然啦 所以等於兩頭再做 很棒啊 他很辛苦 當然啦 當然啦 我是覺得 真的 你的方向只要是正確的 很多人是從不同角度來解 這個同樣的結構性問題 所以不一定要靠你們全部解完 那比較重要就是Ecosystem 就是你可以作為素材 讓從別的切腳 不一定是城市設計 得別的社會創新者 怎麼樣運用你們的素材啦 對那我自己也都是 大概往這個方向向嘛 我自己本身就是當素材嘛 大家自己用 對那我覺得現在在台灣 是很有這種 就是大家一起創新的氣氛啦 整個Education Tech Ecosystem大概都長這樣 所以我覺得蠻不錯 我覺得方向蠻正確的 最後請教建委一個問題 就是坦白講 因為新創 我們幾乎自己的時間 就忙在startup 就每天忙不完的事 對 所以我們比較 新創三歲就跟小孩三歲 是一樣的意思 對 對 所以我們坦白說 沒那麼多時間 或是 沒花那麼大的力氣 在這整個Ecosystem 對 就到處認識 對啊當然 那你有沒有什麼建議 如果要結合這些資源 大家一起做 事廢公辦的話 嗯 你有沒有建議我們要 有找誰或是參加什麼group 或是 還是來這邊就可以 可能就這樣 就跟兩三歲的小孩的父母一樣 可能自己先睡夠 最重要的 確保有充分的休息 先活下來 不要burn out 對對對 因為你burn out 的情況 就算你跟對方有一些 synergy 但是你心裡面那個余裕 去用對方的角度做設計 那這樣那個 synergy 就會變成 transactional 就可能一次合作 可能也很成功 但因為雙方都沒那個余裕 所以不會變一個 long-term relation 對 所以自己心裡先有余裕 我覺得蠻重要的 所以自己先壯大 對 先休息好 先休息好 對對對 那那個鄭偉 因為上來我們空丁吧學習 學生蠻多 我們常常也會想要勉勵他們 那我們想聽聽看 就是鄭偉是不是可以 用幾句話 就是如何透過線上學習 讓自由跟知識可以均勻的擴散 就是勉勵一下學生 好啊 所以我看這個字面 好啊 我想未來是已經來了 只是還沒有均勻的擴散 那我們現在在數位的時代裡面 數位就是不止一位 可以同時有非常多位朋友 一起來解決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一起來想用哪些創新的方法 面對我們這個時代共同的挑戰 那我們透過數位的科技 把人跟人連在一起 這個不是像以前IT 只是把機器跟機器連在一起而已 我們在數位世界裡面 我是很希望大家 都可以去想有什麼新的 把人跟人組織在一起的方式 眾人之事 能夠讓眾人組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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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正會方方便 我們可以跟你合照一下嗎 來 來